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9年4月21号星期日 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郭台铭参加台湾地区大选的话题 前几天我看到新闻 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在4月17号周三的时候 正式宣布他将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总统的大选 也就是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 那其实郭台铭是在星期三下午去国民党 在国民党领取荣誉状的时候 宣布他要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 各位其实对郭台铭应该不太陌生 他属于台湾的非常老资格的企业家 他创建的这个鸿海集团呢 也是一家非常非常著名的企业 郭台铭呢其实是属于白手起家 他1974年的时候创立了这个鸿海公司 也就是现在的鸿海集团 那现在的这个鸿海集团呢 已经成为了世界最知名的企业 旗下最有名的当然是这个富士康公司 富士康啊拥有一百二十多万名员工 以及全球呢最顶尖的客户 就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苹果公司 这个苹果手机呢就是通过这个富士康来代工的 而且富士康呢在中国大陆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厂 解决了很多这个年轻人呢 这个就业的问题 而且这个苹果公司呢 基本上是说设计是在美国 然后呢基本上那些生产啊都是通过富士康来做的 还有当然我们还知道其他的工很多手机公司 包括一些可能电脑公司 都是通过这个富士康来代工生产这些电子的设备 然后呢卖向卖到全世界 2018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财富杂志 评选了这个全球500个大公司 那这个鸿海公司呢位列24位 郭台铭呢因为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关系呢 也非常非常紧密 因为他在中大陆受了很多厂嘛 特别是在这个福建啊广东沿海一带 有很多年轻人呢去福建广东打工的时候呢 都可能会去到这个富士康公司上班 然后当时之前几年啊也出过一些 因为工人工作压力太大呢 就是自杀的问题是导致这个富士康呢 一直备受指责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曾经称这个郭台铭呢 为这个老朋友 那郭台铭呢除了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 还有商业圈子来往比较频繁 比较紧密 就是关系比较好之外啊 他和美国的这个现任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呢 也有一些往来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这个福士康到美国去设立一个新的工厂 那这个特朗普总统呢 还参加了这个福士康新工厂的这个 怎么讲就开业仪式吧 或者奠基仪式吧 就是说等于说就是还是 非常支持福士康在美国的发展 那郭台铭呢自然也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呢 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 那通过这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郭台铭啊 在和中国和美国就是两国的最高层 都有一些良好的互动 那这个郭台铭呢 就是最近呢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呢 大家呢也对这个事情呢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首先最直接的看法就是说 他可能会成为这个台湾地区的特朗普 对吧 因为他和特朗普有很多相似的地点 比如说他和特朗普都是商人 都非常有钱 而且呢可能之前呢 并没有什么从政的一些经验 对吧 因为他们都是从这个商界 直接靠入政界 之前呢可能没有很多这个执政的经验 而且呢可能 他们这个怎么就做生意啊 或者因为商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可能都比较相似嘛 所以呢可能 有很多网友呢 也很好奇 就是郭台铭如果当选的话 如果成为这个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话呢 会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就是说这个执政的风格啊 还有些刑事的风格啊 或那样 那其实呢 我觉得现在啊 我们不去讨论他当选之后 会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我觉得呢 有一些这个怎么讲 就是一些言论吧 或者一些预期吧 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 首先呢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言论 比如说台湾地区的网友 也有很多言论 他们呢就是对这个郭台铭参选呢 表示表示担忧 因为一郭台铭呢 属于国民党的 二因为郭台铭呢 可能因为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这个工厂 然后呢和中国大陆的这高层呢 来往也比较频繁 所以呢 他们担心这个郭台铭当选这个台湾总统之后啊 可能会卖出卖台湾啊 出卖台湾的利益啊 去和这个这个大陆和谈啊 然后呢 可能会去和大陆这个谈 或签署这个和平统一的协议啊 各种各样的担心都有 那大陆这边网友的反应是什么样呢 大陆这边网友的反应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郭台铭啊 属于这个可能比较友善吧 然后呢 因为这个集团啊 在这个中大陆设了这么多厂 有这么多利益的这个在里面 而且和中国大陆关系比较好 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 相对于现在的这个蔡英文来说呢 应该郭台铭应该属于一个亲中派吧 所以呢可能 这个大陆的很多网友就觉得 这个郭台铭如果当选如果上台之后呢 这个中大陆和台湾的这个和平进程呢 就有望加快了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 就是换一种冷静的角度来看待郭台铭 参选的这个问题 或者说来看待 如果郭台铭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话呢 我们应该有一种另外的一个比较谨慎 比较冷静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首先应该我们知道 就是说郭台铭他参选 首先就是他只是宣布参选嘛 对吧 他还没有当选 那他如果当选的话 如果当选了这个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话呢 他一定是代表台湾利益的 那代表台湾利益的话呢 他就没有那么容易啊 可能因为台湾的地区的领导人啊 我觉得历来就是这样子的 他没有那么容易来和我们大陆谈同意 所以呢 我觉得中大陆的网友呢 可能有点对他对郭台铭啊 就是有点期望过于太高了 他可能不会那么着急来跟我们谈这个事情的 虽然他和中大陆的可能关系比较好 他可能也很长时间都在中大陆生活做生意 但是你真正涉及到这个台湾的核心利益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来跟我们谈这个事情 这个呢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各位可能知道 就前几年有一个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叫洛家辉 对吧 当时呢 因为洛家辉我们都知道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华裔 就是他是 祖籍是广东 好像是广东台山的吧 他还在这个北京当这个驻华大使之间呢 他还回到广东去探亲过 然后呢 你会看到洛家辉呢 本来就是一个 中国大使的一个形象 就是比如说黑头发啊 黄皮肤啊 然后黑眼睛啊 一看 如果他不说话的话 你可能看了 感觉他就是个中国人 然后呢 他在当选的当选这个驻华大使的时候呢 好像很多中国网友也对他抱有很多的期望 认为一个华裔来当大使了 可能会把这个中美关系处理比较好 就是会促进中美两国这个友好的关系 但是啊 实践证明就是这个洛家辉当驻华大使间呢 好像中美两国的这个这个有些事情呢 可能闹得并不是很愉快 然后呢 你就知道 因为他虽然他长得中国人的样子 但是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 都是一个美国人 而且他是一个美国的高级外交官 他当然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 就是网友呢 可能认为啊 他会对中国都会友好 但是呢 我觉得是网友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所以从陆家辉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就能看到 其实我觉得就是郭台铭呢 可能情况也相似 就是我们总认为 郭台铭呢 可能会对大陆比较友好啊 可能他是国民党的这个党员啊 然后呢 可能会 期望他会跟大陆有些什么和平谈判啊 可能圈一些 比如说和平协议啊 之类的东西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期望 对他说太高了 他可能到头来 还是代表台湾的利益 那台湾的利益怎么样呢 是可能他们自己 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 对他不要期望过高 还有就是说 郭台铭最近呢 就是和这个蔡英文啊 有一些这个 在网上有一些这个互相的互动啊 好像显得也不那么友好 对不对 然后蔡英文呢 不断的来调侃他 说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因为郭台铭在2014年 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呢 也他不支持这个运动 因为他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那蔡英文呢 就直接出来调侃他说 民主不能当饭吃 那那 民主就像空气一样 那如果没有民主的话呢 那我们连呼吸都没有了 吃饭就更不要谈了 所以呢 就是他和这个 最近啊 就是蔡英文和郭台铭呢 还有一些 在网上的一些互动 然后呢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从合同角度来说呢 我们对郭台铭呢 都不要期望太高 还有就是啊 我想讲一下 就是虽然他和我们大陆的关系 非常非常密切啊 但是我觉得他会去向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可能去向于像这个 马英九那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属于国民党的这种 怎么样 就是老狐狸 然后老狐狸 老奸俱华的 各位可能知道啊 就是在马英九 在当这个台湾地区 最高领导人期间啊 他虽然他好像一直主张是和平的 但是他也明确了 他的这个执政的主张 就是和大陆是不同 不独 不三步政策 所以你看马英九呢 虽然和大陆非常友好 然后有频繁的互动啊 往来啊 但是呢 他也明确和大陆说了 就是说 他在这个期间 是不会谈统一 当然也不会谈独立 就不统 不独 然后呢 当然也不会 不会有动武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想在这个 怎么讲 就夹缝中吧 求生存 就是呢 既不去激怒大陆 然后呢 也不会去谈这个 也不会走这个台独的路线 当然呢 就是希望 当然就是通过这个 就是什么 一个好的一个形象吧 然后呢 让台湾呢 在这个 这个获取利益当中 能够从大陆 获取更多利益 比如说台湾卖水果啊 台湾直航啊 跟大陆有更多的经贸网来 赚更多的钱 但是呢 他明确表示 不会谈统一这个事情 这明显是很老道的一个政策嘛 对不对 很老道的一个政治家 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时候呢 就他明确表示不谈 但是呢 钱还是要赚 所以我觉得 郭台铭当选之后呢 极有可能 就是和马英九这个政策呢 会比较相似一点 就是说 我们对他不要期望太高了 我觉得如果对他期望太高的话 就是一厢情愿的话呢 到头来可能 就是受伤的是我们网友自己 而且郭台铭出来当选的 这个出来参选的这个理由啊 也非常有趣 就是他说是妈祖托梦给他 让他来参选这个台湾地区的 这个领导人 来这个帮助台湾人民 那这个让我想到 这个之前的那个香港特 就先任特首啊 林郑月娥 他出来参加这个香港特首选举的时候呢 也是说上帝好像 呃派他出来参选这个特首的 呃所以呢 我觉得这两个人好像呃 出来说就是参选的这个理由啊 都特别有趣 都是说神来来鼓励他去参选的 好像就是说 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信仰吧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目前来说 不要对这个郭台铭参选呢 过于乐观 因为就是如果你希望越大的话 那当然失望越大 对吧 我们只有尽管其变来看看 这个后续的事情该如何去发展 总之呢 我觉得他可能并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好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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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